追走狂男,機上不停打電話,雷人伯等兩小時 話說今年一月中,一架由南通飛往廣州的飛機裏 有個搗了半斤白走的45歲中年乘客 在飛機將要起飛時,不但沒有關電話 還雞端不斷地說說說,說完又說,不斷再說 直至令飛機在跑道上突然接返 隨後民警亦一窩蜂地趕到來招呼這個麻煩人 據南通興東機場後機樓派出所輔助長 牌頭很長,陸建軍所說,他們接到機場指揮中心報警 說有條醉酒人不聽,勸告阻止 一直在飛機準備起飛這個不應有電話著的緊張時刻 不停地撥打電話 這傢伙被帶到派出所時,態度依然非常惡劣 死都不肯認錯 這個性章的冥幻不靈 醉酒中年華煩人,最終都受到公安機關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 第34條第二款規定 由於它阻礙住班航機 要延遲兩小時才能衝上雲宵 被判處行政拘留,五天那麼多了 麻煩我們強大撥起的國家 先教好人民的公共道德操守 先說其他事 只是坐飛機這麼簡單的事 不是每個乘客都想著 生命作賭儲 留下了英雄故事 近年,擾亂民航機戰場運作的 患劣行為經常出現 慶德就和空中服務員口角喊大交 慶德就開拖在飛機內實行擂台比武 還有無數零零聲聲的不禮貌行為 搞到全機上下 由機師到乘客都不勝繁擾 乘飛機再不是愉快的航行旅程 有鑑於此 有關單位近日召開了個 全國民航空防安全會議 強調會嚴厲依法查處 在飛機內煲煙、開大片 搞事這些非法干擾行為 什麼干擾航行都會有合法嗎 別暂亂過病,聽鼓不要搏鼓 還有因為航班延誤這類矛盾問題 引發的違規行為 更加加大力度去懲處 和展開專項整治 這些對危害航空安全 以及破壞民航運輸秩序的人 嘩,最終都是要整人和嚴厲懲署 希望惡人自有、惡人和從此 強國航空不會再被人 未起機先驚魂的恐怖印象 殺害羞人 env酸